小浩二十五岁来自贵州 食品工厂员工 女嘉宾小文 二十四岁来自贵州 婚庆思宜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老妹 你今天来干嘛 我觉得我不可能跟她在一起了 我今天是来求她和好的 你觉得我们可能还会在一起吗 我知道错了 你觉得你的错能够弥补我的自尊吗 你想一下 你当着这么多的人的面 竟然伤我耳光 你觉得这是一个男人能够忍受的吗 你告诉我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吧 咱从头说 好吧 那个时候我们不是高中的高中同学吗 高中同学 对对 那个时候就是我对她有点好感 就是我那个就经常会主动的找她聊天 联系她 打电话给她发信息 给她就一起出去玩看电影 然后我就跟她表白了 然后她就同意了 怎么一脸切切的要道歉 因为我就是因为她之前太宠我太惯悟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没有考虑到她的感受 然后就让她伤自尊了 今天你是来修补的 对向她道歉 然后想要求她和好 我觉得我们真的不可能在一起了 她怎么伤了你啊 让你这么难受 那是我们那个几个同事 还有我们老板也在嘛 在一起吃饭 我也带着她去了 然后她就拿着我的手机看嘛 她就看到那个一个陌生的电话 当时我也喝了点酒 她问我是谁的 我就没搭理她 没搭理她 她后面就直接当着很多人的面 直接闪了我一个耳光 但是你也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秀 你也知道我是个爱面子的人 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私下交流呢 你要打我 你觉得你做得对吗 那谁冲动起来的时候 谁还在乎那些东西啊 我跟她在一起 感觉我已经崩溃了 怎么会崩溃呢 因为我跟她在一起 她跟我提分手 应该不提三十次吧 那哪次是真的呢 哪次是跟你提完呢 不提三十次吧 每次我去哄她的时候 经常都是我骑着电动车 两三个小时去找你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电动车 到半路没电了 我是推着过去的 就是这样也证明你爱我 所以我 你老是让我证明 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嘛 我就开始实习 开始工作嘛 然后她就经常给我打电话 因为我比较忙嘛 所以她就老是觉得 我没有时间陪她 她老是提分手 其他之前在一起的时候 她每天都陪着我 说句话她就马上陪我 真的真的让我 真的觉得不可思议的 老是就是发一些男的照片给我嘛 她就说你要是 谁让你不陪我 再不过来陪我的话 我就跟她在一起了 不不不 什么 她发男人照片给你 对对对 是一个男人还有一堆男人 有好几个吧 那几男生都是我玩得好的 我想故意刺激他的 玩得好的 就玩得特别好的 像称兄道弟那种 我就刺激他 我说那个男的在 就是备胎是吧 不是备胎 就玩得特别好的 那我们分手三个月的时间里面 你跟一个男的 好像刮个很多的 那段时间不是分手难过吗 然后他就安慰我 就陪我 安慰你有必要 就是你们经常会在一起吗 不是朋友在一起 就单纯的在一起玩呢 可是我让我觉得 已经不单纯了 你知道吗 就因为我早上的时候 不给你买个早餐 你就当着我的面 给他打电话 让他送早餐 但是你是我真实的男朋友 你都不能够满足 我这么一点小要求 而他只是 我还没有满足你吗 不是 姑娘 这是真的呀 就他不给你买早餐 于是你当着他的面 让别的男人来送早餐 这是真的吗 有 当着他的面打 对 你哥真够 但是那个朋友 是玩得好的呀 我就觉得 他一点都不尊重我 就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老是说我没用 没钱 有的时候 老是说我没能耐什么的 可是 但是你想一下 我 我认真 我努力地去工作 去赚钱的时候 他又说我没时间陪他 我特好奇啊 你哪来了这么多的优越感 因为我之前 我为他付出了很多 不是 我到听到现在 没听出来 你为他付出过什么 我听听吧 你知道吗 就当时我高三毕业的时候 我明明就可以去上个 更好的学校 但是我为了跟他在一起 我就跟他抱了一个 同一个城市的学校 我是忙着我家人抱的 当时我家人知道 我一气之下 他都不给我交学费了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还是坚持 想要跟他在一个城市上学 然后我就当时 我就带着仅有的五百块钱 我就上去学校去了 当时我才那么小的一个人 就带着五百块钱 还没有交学费 就当时大一的时候 大家都在忙着 就是成绩在大一的 那个开学的喜悦当中 可是我呢 我要忙着去兼职 然后你就觉得 你挺对不起他的 对对 我觉得我挺对不起他的 我问个细节 我问个细节 是他窜的你 跟他一个学校的 还是这是你自己决定的 他窜的 可是你后面是怎么对我的 你知道吗 每次我辛辛苦苦赚的钱 你就拿着大手大脚的花 而且花掉以后 你还说我没钱没能耐 但是你想一下两个人之前 在大一的时候吃了那么多苦 好不容易一日子快乐了 能够买一点东西 对自己好一点不行吗 我特好奇一件事啊 既然是这样 他提出来了 你又能找到更好的人 为什么不找呢 你看你也有备胎 对不对 跟他过得又那么苦 现在他又提出分手 分了不就得了吗 没有因为我觉得 跟他在一起 其实挺开心的 我最晚不了的 就是有一段时间 我不是参加那个播主的艺考吗 然后他就一直都陪着我 就是我练习极性评术 练习自我介绍的时候 然后他都就是陪我一起练 在当时那样情况下 是我家人还有朋友 他们都不太支持我学这么专业 就是有过一段回忆对吗 对有过那段回忆 我特别特别难忘 所以那段回忆也让我就是 觉得他人真的特别好 但那时间他还陪我去 贵阳那边参加了一考 就全程从开始参加考试 到最后他都是一直陪着我 照顾我 就我当时要减肥嘛 然后他就每天给我送豆浆 然后我练习舞蹈 晚上练到晚上一点多 他还去跟我接我 男生我问一下 似乎听起来好像 三十多次分手 你并不在乎 你最在意的是说 他当众抽了你的耳光 对对 我现在让你做一个排列项好吗 第一是当众抽了你的耳光 这个事你觉得很没有面子 对对对 第二其实在这个事件之后 在你们闹别扭的时候 其实在他的生活里面 出现了其他的男人 你也会觉得很不舒服 其实也挺没尊严的 对对 就这两件事情比起来 哪件事情让你更伤自尊 两件都挺严重的 但是让我更伤自尊的 我觉得就是他当着 当着我同事的面 甚至当着我老板的面 直接给了我一个耳光 你就觉得烧耳光这件事 更伤你的自尊 对对对 而他当着你的面 让别的男人给他买 早点那件事 你觉得无所谓 那件事是我故意刺激他的 但是我也想要表达的 就是说他不给我买 自然有很多人愿意给我买 你要表达的就是 他离开你 其实还有很多男人 还是喜欢你的 对对吧 就很多人愿意照顾我 是这意思吧 对 真不回去了 真分手 我觉得我们 真的可能回不去了已经 那你来干嘛呀 我就是想让他 我就是想让他知道 别老是用那个 他为我付出来威胁我 我也有付出 我也想让他知道 你的那些付出算什么呀 有我的多吗 你们现在开始算账了 好吧 这样给你们一个主题 每人一分钟 女生 你先用一分钟 说你为他付出了什么 男生 你准备一下 你也用一分钟 说你为他付出了什么 既然要算账 咱们算清楚今天 来吧 我为他付出 就是之前有个梦想嘛 就想要考一个好的学校 学自己喜欢的专业 但是呢 我为了跟他在一起 就没有学那个专业 毕业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要做什么 很迷茫 家人那边关系 也因为这件事情 就闹得不是太愉快 所以我觉得 这方面我就付出挺多的 还有一个就是 我可以有 更多的选择的空间 因为我一直以来 都是有很多 就是身边有很多 比他优秀比较帅人 对我特别好嘛 我本来是可以选择那些人 但是我没有选择那些人 我只是说 拿那些人来刺激他 但是没有去选择那些人 我为你改变了人生轨迹 我为你放弃了更优秀的男人 这是我的付出 说说你的付出吧 我觉得 我知道他对我付出挺多的 所以就是 我为了努力的赚钱 工作 我就是把我好多学业都拉下来 我觉得的话 你真的 有的时候他让我失望了 明白了 为了跟你在一起 我变得如此卑微 是吧 我不想再卑微了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你付出的是一个男人的尊严 是这意思吗 你觉得 那应该怎么办呢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放弃好学校这件事情 那不叫付出和牺牲 那叫冲动 牺牲和冲动有什么区别呢 我给你讲讲 牺牲 是他做了一件事情之后 愿意承担后果 并且甘之如鱼的 叫牺牲 冲动是什么 这件事情我做了 但是我要一直拿出来 讲讲讲讲讲 然后我一直是不满意这个后果的 所有的结果我也不要承担 我要你来承担 这叫冲动 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是冲动 而不是牺牲 他可以拿这种事情来绑架你 他就已经不是牺牲和付出了 当然了 你当时穿夺了他 所以呢 你这几年呢 也是你活该 出来混 总要还的嘛 是吧 这是对你来说的话 对姑娘来说呢 伤害一个人是很容易的 伤透一个人是比较难的 要伤透一个老实人 那就更难了 但是呢 伤透了之后 你还想往回捞 这个可能性就不大了 什么叫你为他牺牲了 放弃了很多优秀男人呀 你如果爱这个男人的话 你不是应该觉得他是最优秀的吗 如果你觉得他不够优秀的 你为什么要缠着他呢 为什么不去找那些更优秀的呢 因为我觉得他对我好 对呀 你要的不就是这个吗 你要的是人家对你好吗 你心里面很清楚 其实他还是对你真正好那个嘛 那你为什么要一次作戒人家呢 所以我觉得挺挺下去反省 然后我觉得自己就挺过分的 你哪有反省 我没有发现 你有任何的反省 你上这个台来 还是拿以前这么一点冲动的往事 一次次来说 还大言不残 男人一定会为我送早餐 给你送一只早餐 你就觉得人家好了 姑娘 有一种离开叫背叛 还有一种离开叫活该 你就活该那个 女孩那么多的优秀的男人 我没有去选择 这话说出来 我都觉得脸红 你这句话恰恰暴露了 你在讨战 你就应该对我好 你对我好才行 否则咱们就分手 一年得分十次 你不觉得恋爱当中的人 你其他人再优秀跟你无关 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 如果你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 你是在跟他谈恋爱吗 我就纳闷 你这样的行为过一年 我觉得就已经受不了了 到极致了 今天此时此刻你才知道 哦 我也是有尊严的 怪谁啊 你也活该啊 你觉得你们之间是爱情吗 所以赶紧打住吧 就这么着吧 好 谢谢曲总 来 附老师 我有一个朋友 离了婚 孩子判给了老婆 孩子已经七岁了 然后在他的老婆再婚了 大概也就几个月的时候 他就看他的孩子 他的孩子跟他说了这么一番话 让他特别的伤心 他的孩子称那个人为叔叔 说那个叔叔给他买了一辆遥控器车 说那叔叔对他真好 于是我这个朋友就特别感怀 说我养了你七年 一个叔叔一辆遥控器车就把我给打败了 当然孩子是童言无忌 但如果这个事换到像你这样的一个成人身上 那就太可悲了 刚才陆琦用冲动和牺牲 来解释你当初所做的决定 我觉得换两个字可能更贴切一些 一种是挥霍 一种是慷慨 慷慨是把自己最珍贵的 自己认为对自己很重要的东西 把他牺牲付出 而挥霍是自己都不重视 而随意地舍弃掉 你放弃好的学校跟他有关吗 你就不应该放弃好的学校 你就应该奔着自己的理想目标去 但是是你自己付出了 你自己舍弃掉了 你怪谁 如果这个故事换成另外一个版本 你当初确确实实为了他跟家里闹翻了 然后两个人在一个新的学校 两个人共同挣学费 自律更生 彼此之间共同努力 到今天那是多么好的一个结局 可是你不 你一直满脸就写着一个字 亏 既然那么亏你走了 我只想告诉你 你可以离开他 但是你没有权利羞辱他 你可以无情 但是你不可以羞辱 我都说了 你可以走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如果你今天硬是要挽回 那你就好好说话 你崩溃了是吧 说句实在话 在这样的一个女人 对你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面前 根本谈不上所谓爱情的甜言蜜 我相信你们之间肯定有甜蜜 但至少现在 在这样的一个对峙的画面上 在我看来 你一直在祈求爱情 所以今天 不管将来你们能不能在一起 要压一压他这种人的嚣张气焰 你也应该自己不要出来 找回自己的自尊 你可以这样跟他说 没有你 我照样可以活得很开心 这个地球没有谁都照样转 就这样 来到这里 难道我就没有好的吗 你就没有过美好的回忆吗 有啊 你想一下那些人 为什么会来照顾 为什么会来关心我 有啊 这是因为我当方面的原因吗 如果不是你麻烦工作不陪我 我会这样子吗 可是你知道后面是什么 我会故意刺激你吗 路是你们自己选的 就别较劲了 老师们今天说的最核心的观点 你还是没有听进去 他们不是在说 你没有对这个男人付出 一味的在索取 而是说即使有付出 也不能如此 对一个人不尊重 我其实不喜欢这样性格的男人 我特别不喜欢 就是想达到自己目的的时候 可以完全的委屈求全 唯唯诺诺 一旦所有东西得手之后 他希望变成另一个样子 要说没尊严早就没了 何必今天在乎呢 都看清楚吧 看清彼此吧 初恋的时候我们不懂爱情 我们挥霍过时光 不要再挥霍我们的时光 请记住 珍惜身边的人 接下来一起进入黄金六十年 你觉得这段时间以来 你真的付出了吗 这段时间 你又没有估计过我的感受 真的有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 真的是没必要在一起 我觉得我们还是分手吧 我今天来到这里 我只觉得自己 好像之前真的是太过分了 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 好 时间到 两位请回吧 请关门 好了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谢谢 我觉得我会努力的再把它争取回来 然后改正让自己不要 以后不要再那样对他了 谢谢你 请回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